第五题 关于螺丝钉的应用原理 及主要目的之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A 与汽车方向盘原理相同 螺丝钉是螺纹 它利用的是斜面 而汽车方向盘是轮轴 是杠杆的一种变形 所以它们两个的原理并不相同 选项A是错的 B 是省时又省力的简单机械 这当然是错的 我们国中教你的 会省时的就会费力 会省力的就会费时 螺纹是一个斜面 它是一个省力的工具 但它会费时 选项B是错的 C 逻据越大会越省力 这个也是错的 老师上课讲过了 我们的螺纹呢 如果我们绕一圈 相当于斜面的斜边长 而上升一个逻据 就是所谓的斜边高 那我们知道高长比乘以物重 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施力 所以如果我的逻据越大 就是斜边高越大 我们乘出来的比值就会越大 于是它就会越费力 所以逻据越大是 应该是越费力而不是越省力 选项是错的 那刚才的说明中已经讲过了 我们绕一圈呢 就会上升或下降一个逻据 所以选项珠呢 的叙述呢 是对的 第五题问我们说 关于螺丝钉的应用原理 即主要目的是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 转一圈会上升或下降一个逻据的距离 我会上升或下降一个逻据的